大家好,我是惠杰,你的房产棍 那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的是 位于整个新山中心地区的一个 freehold 工艺项目 那这个地点呢,是在拉丁 靠近我们苏丹皇宫附近的一个 大规模的全新发展 而且哦,在马来西亚新山这样子的一个地段 外国人在这里购买freehold 房产 最低只需要从400千起就可以购买了 那你刚刚有注意到,我说的是大规模吗? 因为这里综合发展的规划就包含了 酒店、购物商城、办公写字楼 会议厅,也就是convention hall 以及一栋栋高级的公寓 那发展商是什么来做呢? 讲是讲,到时候会做都不知道啊是不是? 这个发展商呢,在马来西亚的历史啊 已经有40多年了 它肯定是一个上市公司啦 在这个发展商名下的生意啊 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啊 可以说你肯定有看过它的足迹 我们就把它当个神一般的存在 放在这里 爱逛街的朋友们 如果没有它 你就没有今天集中过最热门的TRX Pavillion Mall Paradam Mall Batalin Jaya Paradam Mall Johorbaru 还有爱旅行的朋友们 今天不管你是非KLIAE 或是KLIA2 你都要感谢它啊 另外还有包括 苏邦机场 F1跑车赛道 MRT捷运系统 highway高速公路 警察局 政府部门的建筑 还有等等数不清的公寓项目 全部都找得到它们的足迹 它们的总开发价值 GTV高达60亿 也就是60 billion 这就是意味着它有18000个房产发展记录 现在我跟你讲它会来星山市中心来开发一个大规模的全新发展 你相信吗 我反正是很有信心啦 OKOK 我们一起回到星山 刚刚已经飘到有点太远了 这样我们现在给你偷看一下我们将来对未来的整块地会是怎样的一个规划 你可以看到这边这整块地 中间呢 我们就是会穿插所有的一些高楼是包含在外面的外周围的 那这里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它是shopping mall 或者是商城 然后这里就是未来的一个项目可能会做一些比较高端的公寓项目啦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讲的那个convention hall 规意厅 然后这里的话就可能做一个酒店 那这里就是我们规划的是在办公楼啊 写字楼等等的 那现在这里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公寓项目了 OK 这里就是我们的整个公寓项目 它的暂地面积现在是8.62 hectare 你可以看到它的楼哦 做到不是很高 因为我们最高可能只有20楼 21楼 21楼 23楼这样子的高度 在市中心应该很难找到有这样子比较矮的啦 比较矮的公寓就是我可以讲发展上可能比较舍得一点啦 这样子哦 你可以看到它下面这边哦 其实是有37间店面 这37间店面现在也已经开放销售了的 而且这里的房心方面也比较简单 就是只有studio 或者是两番单位 那如果还想在星山乘着RTX的浪潮 投资多几间单位的你真的不要错过这里了 而且外国人在星山购买free hole的公寓项目 这边发展上有特别申请 你需要400千以上就可以购买咯 各位观众 在马来西亚星山 看外国人可以买得到studio单位 而且步行距离就可以走到后面的每个人啦 OK 现在带大家来看studio的单位啊 这边是一个501sqft的单位 那其实咧 拿到的时候就差不多是bare unit的状态 然后是有送一个这样子的digital download啦 然后其他的话我们参考一下大小就好 我们的客厅跟厨房还有饭厅就是大概这样子的位置 然后这里你可以做成一个隔间 然后你可以看到他是放得下一个king size的床的 所以以studio房型来讲哦 这个是大简的 因为501sqft 然后而且他做的都四四方房所以空间很够用 这里就是他的送两房 OK 我们现在下去看另外一个两房一侧的单位 OK 这边我们来看两房一侧的单位 它是651sqft OK 进来看一下他的厨房 饭厅跟客厅就是一条线的那种啦 然后这里还会有一个空间可以点击 就是晒衣服 洗衣服等等 所以是通风的 OK 来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感觉 这是两房一侧 所以是一个kapa 所以是两间房间对等的这样子 在这两边然后中间一个厕所 主人方是这个 主人方是这个 那这边还可以塞得下他的衣橱啦 然后Air Corn Point Electricity 就是电灯的那些 电线那些是已经拉好的啦 好 我们现在去看一个两房两侧的单位 所以这是一个两房两侧的单位 790kits 2ft 然后它的厨房 饭厅跟客厅也是一样这样子一条线的 把它的厨房超级大 你可以看这里 还可以分成干式厨房 这里还有很多地方 你可以走进去这里 OK OK 那我们来看它的两房两侧 因为两房两侧如果你是拿来 以后可能要做房间出租的话 就很方便 而且它两房两侧是有两个kapa的 就一间房一间厕所咯 这个是它的厕所 然后是这一间房的 这里是有一个位置可以凹进去 然后可以放你的衣橱的啦 然后在这里 咯咯 咯咯 然后厕所 这样子的大小 OK 这样我们来去做一个小总结 OK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在马来西亚新山市中心 全新刚刚开盘的外国人 400千就可以购买的公寓项目 OK 那我个人的观点呢 我是觉得呢 之后它可以吸引进来的人潮 就是 邻近15km里面地区一些居民啊 可能就会为了那个shopping mall 购物商城 就会前来这边消费啊 购物啊等等的 或者是如果将来这个shopping mall 可能是一个比较著名的牌子的话 更好的话是可以吸引到新加坡的旅客 前来这边消费 那他们也会需要到一些 步行距离就可以抵达的公寓项目 来短住ABMP 再或者是等将来 如果它的办公楼已经好了的时候 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就业人士 可能就会聚集在这一个地段里面 那他们也会需要到一些 步行距离就可以抵达的一些公寓项目 让他们来每天的居住这样子 再或者是这个会议厅啊 那一个convention hall 将来它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些event 就会吸引到可能各州的一些专业人士 他们也会需要出差到这个地点去 去做一些可能交流啊或者什么的 这样子他们也会需要到这个 短住ABMP的供应哦 我是惠杰你的房产顾问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分享的公寓项目 如果你觉得很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来联络我 我也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我们这边马来西亚靠近RTS的公寓项目 有什么会比较适合你的哦 谢谢你啦 拜 我来找你 我来找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